欢迎收看这期的JJ休斯顿房屏 今天我们来看的这套房子呢 是一套高尔夫球场的房子 这套房子非常的漂亮 它的售价是47万5千美金 然后它的建商当年是 Covintry这个建商来建的 这个建商是一个非常大的 豪华建设的建商 后面高尔夫球场小聚也非常非常的美 后面有泳池有高尔夫球场 而且这个房子它的装饰 包括它现在的这种感觉 就跟新房子一样一样的 因为它重新翻新过 然后这个厨房的台面 也做的是那种特别高档的厨房台面 包括它的一些电器它也换掉了 包括你看这个很新的一个洗碗机 在这也换掉了 然后呢这个房子还有加装了室外厨房 光这个室外厨房这一项 它的加装就差不多要在两万美金 因为它加装了一个很精致的室外厨房 是这种连体式的室外厨房 然后呢我们看它的主卧 主卧的特点是它这个挑高非常高 之前我在视频里面也讲过 房子的高档的程度 跟这个房子的挑高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所以一般挑高高的房子的话 就会比较高档 然后这个它的这个洗手机 主卧的洗手间的翻新 其实主要就是橱柜呀大理石台面 然后包括它这个非常大的一个这样淋浴间里面都是这种按摩的那种这种东西 然后它的这个橱衣帽间依然很大 整体来讲这个房子的状况上是独一无二的 然后这个房子的风景也是非常漂亮的 为什么这么漂亮的风景 哦这个房子学区还特别好 这个房子是十分十分九分的学区 所以这个房子的小的出入都是最棒的 那这个房子为什么这么好多的优点 它是47万五千美金的报价呢 其实它也是有缺点的 因为据我的调查所知 这个房子的后院是高尔夫球场 所以这个高尔夫球场的地势可能稍微低一点 那它的地势低一点的时候呢 上去年休斯顿有一个飓风Horway的时候 它这边应该是有烟到泳池的那个地方 所以我怀疑这个房子当时有进过水 所以才翻新的 但是我不是非常百分百的确定 但是不管怎么讲呢 这个房子已经是低于它本身的市场价值在销售了 所以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具体的背景调查我都是会在客户要下单之前给大家做的 所以您先看一下这个房子的各种构造 如果您对这个这种历史没有很介意的话 那这个房子当然是最好的选择了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这个房子吧 这是一进门 我们来看一下左手边就是这样的一个书房 看书房的挑高 一般有挑高的房子它都会想得很大气 所以这种房子的感觉也会非常高档 然后右手边就是这样的一个主餐厅 旋转楼梯的一个样子 然后我们往里走 这边呢是一个橱柜 继续往前走 看它的左手边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客位 这个房子的精致之处就在于它的客位的大理石 还有它的橱柜都是这种升级的比较好的 然后我们再往前走就到了主卧啦 主客厅啦 不好意思 我们现在看这个房子有点背光了 但是您看从主客厅看出去的感觉很棒 很漂亮有没有 后面是高尔夫球场啊 泳池非常的棒 这边就是主客厅 整个主客厅的感觉 向前再走一下就是它的厨房 看厨房有多大 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厨房 这边有它的炉灶 然后上面是一个抽烟机 这个抽烟机的吸力会比较大 不是对这种单纯的中式抽烟机 也不是那种单纯的老美的抽烟机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区域呢 就是早餐厅的位置 从早餐厅的位置看出去就能看到这个室外厨房 待会我们会去室外看一下 那现在我们先去主卧看一下 现在我们就来到主卧了 看主卧很大 主卧也很高 挑高是这样子的 有一个飘窗 飘窗 从飘窗这边看出去就能看得到泳池和高尔夫球场 很漂亮的美景 好 我们现在来到了主卧洗手间 主卧洗手间的面积并不是很大 跟我们看到的很多房子的主卧洗手间相比 它确实不是一个大的主卧洗手间 但是你看它弄得很精致 这边是按摩淋鱼头 全弄了 大理石的镶嵌 再往里走 就是 衣帽间 好了 这就是一楼的状况 让我们上二楼看一下 现在我们上二楼喽 一到了二楼 它的这个地毯都是那种加厚的地毯 这边有一个放映厅 它的放映厅也开窗户了 所以您要实在是想当卧室的话 也是没问题的 往这边走是个game room 在这儿健身打太球 都非常的棒 然后呢 这个game room门口 这块就是一个阳台 我们去阳台看一下 漂亮 在阳台上就可以看到院子里的所有美景 一览模式 一览模式 在这儿抽个烟 坐一下 思考一下人生 或者跟朋友谈谈 聊聊天 谈谈公事 太棒了 我觉得我都不需要去院子拍了 在阳台就一览无遗看到院子的美景了 好了 现在我们进房间里看一下 看这个处人确实是在阳台上摆了一个小凳子 很舒服 因为休斯顿的天气是 冬天最冷的时候也是在零上8摄氏度左右 所以除了夏天非常热的时候 比如说38度啊这种时候 你不能坐在阳台上之外 其他的时间你坐在阳台上 看风景都会非常的舒适 这就是楼上的卧室 跟很多我们看到的房子一样 都是共用一个通着的洗手间的 它的空间感很大 二楼 这是另外一个卧室 一个小瓢窗 然后从这边走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第三个卧室 二楼的第三个卧室 这是他的衣帽间 然后呢 有一个洗手间 还是感应灯 这个主人好有心 然后鱼缸在这边 这边是鱼缸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厨子是干嘛的 哦 这是放杂物的厨子 所以这样的话楼上就是三个卧室 所以这样楼上是三个卧室 一个放映厅的构造 现在我们去阳台 去后院看一下 一出门就来到了这个室外厨房 看这室外厨房做的有多么精致 一套烧烤的东西就不用说了 好 这边还带了一个 两个炉灶 底下这两个炉灶是可以放中国那种炒锅的 都是天然气 然后下面带着小冰箱 垃圾箱 上面是一个这样的水龙头 这边呢 为什么设计这样一个地方呢 是用来放你的食材的 所以它这个室外厨房真的是非常的棒 非常精致 然后再往这边走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儿做了一个小心丝的小喷泉 还是蓝色的 不知道为什么 它们可能有一定的寓意 然后呢 那边就是一个门 可以从外面直接进院子的 这边还做了一个阳台上的一个楼梯 可以从阳台直接下来 到院子里来玩 这边放了一个漂亮的遮阳伞 如果冬天的话呢 你还可以在这边取个火 跟朋友一起烧烤聊天 然后取火的旁边就是泳池 看我们的泳池好美哦 再往前走 因为它这个房子占地很大其实 所以呢 你就会看到一大片的绿色 看 小鸟 湖水 高尔夫球场 那边有开高尔夫车的人 看到了吗 然后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房子 一个小喷泉 是不是很美 您可以用它来住 或者是您想来美国玩的时候 做成你的度假屋 然后我还看到了这个房子 在院子里的小心思 摆了好多的小东西 看 这个房子在院子里面 还有一点小心思 在这里 它这边呢 做了一个储藏间 底下都铺上了石头 这个储藏室 就是放你的 喝草机啊 还有家里一些杂物的 这个主人真的是 非常的用心在维护这个房子 还放了这种 这样一个 拦起来的东西 它可能是怕宠物 如果在院子里的时候跑掉吧 然后它每一个 它院子里做了灯光处理 所以它每一个植被下面 都有这种灯 黑色的这种 这种射灯 所以晚上的时候 你可以全都开起来 就会非常的美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 看到这个房子了 如果您对这个房子感兴趣 或者是 您对休斯顿的房产 感兴趣的话 欢迎随时加我的微信 联系我 谢谢大家关注 以后我每周三 和每周六的晚上 都会及时更新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